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这一次我们讲中国新闻 两会开了 大家看到太阳还没出来 我们在录的地方就是说 习近平炸太阳还没出来 但是今时今日 你看到有些人就说 以后不要找我了 我不出海记者会了 是不是 就是在有套电影里面 都说 我做人渣都不做汤渣 是不是 就是你不要杀我 我做人渣都不做汤渣 意思就是说 我宁愿做个垃圾人 奴才垃圾都不想被人杀 我宁愿做李强 都不想做李克强 游游下水心脏梗塞 医院在旁边 不去那个医院去第二间医院死了 不要做李克强 不要做汤渣 要做人渣 要做李强 那就对了 哎呀 你不要骂李强是人渣 人渣始终就是人渣 哪个党员是无辜的 是不是 继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以上迟迟未开 因为共产党怕什么呢 三中全会 就是讲这个经济问题 是不是 中国经济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有什么问题 最新的数字跟大家报告一下 喂 不得了 万一真的有人 变了在1962年7千人大会里面的刘少奇 反歌一击 或者1935年的毛泽东 在军议会打倒李德三人团 喂 不得了 那你说 哪个 哪个是当年的刘少奇 哪个就是当年的毛泽东 不想问谁 人人都可以是 It's Airborne 人人都可以是 所以害怕 所以现在要搞定一些东西 起码有些东西 有起色先 先上开 总之现在不开 不开会 少不一分风险 这个皇帝 集猪头 就是这样想法的 那 猪头 就是不开三租全会 就开了个两会 两会就是橡皮图章花瓶而已 不是一个议会 他只不过是说 用这个地方宣扬 共产党内部决策的东西 一切就是一个花瓶 好了 这个修备两会是为期七日 3月4日开始政协 3月4日5日开始 即将这日开始这个人大 那你看到呢 就是开幕了 那开幕呢 那怎么办呢 那大会发言人突然宣布 历时三十多年都会有个闭幕总理记者会 即使是李鹏时代当总理 都会有一个闭幕总理记者会 李鹏邓李扬集团1989年六四 被杀那么多人都不避议的 你不要骂 总之我就开会 说这个普通话 都不是很正 不要紧照开会 是不是 朱镕基 开会 是不是 温家宝 开会 不会退的 李克强 开会 但是李强 不开会 这个部分是他不想 他要低调 给皇帝一个面试 你看到那些片段 哇 坐在台中央的就是这个习近平 即是在人家面前 不要说这件事 是做奴才 做狗 那样 去对待这个主人 习近平 你就知道 他的记者会没有意思 你不要开了 那这个肯定不是李强的意思 很简单 是习近平的意思 为什么 你看看李克强 自己就去中外记者会 第一 给到他这个个人一个表演机会 第二 一个脱轨的风险 六亿人月均收入低过一千元 就是李克强当时开中外记者会说的 喂 说这些东西 那你真是 讽刺着 习近平说的 完全脱贫 是不是 就是诸如此类各方面的东西 不可以给他有脱线脱轨的空间 这个就是最主的原因 那不开了 甚至没说明 今年取消 后数年都不会举办 就是今年之后 几年都不会举办 什么是往后数年呢 你不要问 中国特色就是写些东西 陷陷糊糊糊的就可以了 总之不办 就不办 消失一出 当然震撼各界了 今天有分析说 变相是唯一一次 中国国家级领导人 面向中外记者的直播机会也消失 不面对 不想见记者 不要问我 总之继续黑箱作业 中南海呢 关起门泪 有围场之下呢 自己在这里决策所有东西 没有透明度 也都极权 这些人绝对是见光死 所以一点都不可以给大家 猜到我想些什么 谁做些什么 这个只是真正的问题 那当然又是开倒车 我就不同意的 就是 我最近在YouTube上看见一个影片 有只老鼠生嘔嘔的人 他有一个叫扶手电梯 是由上而下去滚动的 老鼠在这个地方上去 但是你知道 不断 那个阶梯不断是这样滑的 有时老鼠 跳跳跳跳几下 跳一两级 但是他已经没力了 然后走回头 跳跳跳几下 又走回头 搞了三四分钟 都上不了他 因为他 那个扶手电梯 那个速度是快的 由上而下 那么老鼠根本就跳不到 那么很多人就说 你跳几下 就好像邓小平时代 进步几下 然后习近平时代 站在那里 啊 这点是开倒车 其实习近平没有开倒车 我说的这点 无论邓小平不是向前进 因为他都没有向前进到任何地方 因为他怎么跑都快不过 抵消不到那种反方向的速度 然后习近平呢 也没有开倒车 他只是站在那里 因为这个极权专政制度 就是一个由下而上的一个 扶手电梯一样 高速混合 这个就是制度 这个就是文化 这个就是民族性 这个就是由下而上 你怎样在那里 想爬上去的话 你爬几下 改革开放 你不爬押 你开倒车 两种说法都很傻 因为你是 是做着一个 un-surmountable的mission 你迫不到这个goel 你一定完成到这个 因为你的制度 文化 民族性 这个帐刚 文化使言 这个就是由下而上 不断滚动 高速滚动的一个扶手电梯 你老书怎样做 都不是开倒车 也都不是的进步 你只不过他里面 一个搅浴机里面 其中一个时代的 其中一个 换物仪 所以我就说了 不要再说开倒车 多少次 共产党由生存 出世到现在 都是专制独裁 杀人如茅 希望扩张 打倒所有的 资本主义 建立共产主义的 这个伟大的 唯一的 单一的政权 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 中共的终极目标 怎么开倒车 他现在向这个方向 他遇到很多阻力 就是这样 就像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吧 总理地位 总理地位 当然是被矮化 也不是新事 以前的李克强 已经是这样 这次不排除 就为了避免暴露 当时经济 解困的佛术 又相信习近平和他的权力核心 越来越趋向 巩固权力一再破例 而不再多加解释 大家知道全国政协 十四次二届会议 已经是今天 星期一、四日开幕 十四届全国人大 第二次会议 新闻发布会 也同于人民大会堂 举行 中心社记者问到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闭幕后 是否获邀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大会发言人 刘勤健的回应 令在场人士惊讶 他说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羽毛得署情况 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 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总之 不见大家了 从此总理不见人 他解释说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去年三月闭幕后 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中外记者会首次亮相 和接受答问 并且与国家法改委 财政部向大会提交具体报告 法国委的份是计划报告 财政部份是预算报告 具体回应全社会主要的关切问题 同时加设了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 按各自运筹回应中外提问 所以不要再见大家了 在官方取消记者会之后 全国政议会议随即开幕 总理李强备受关注 只见李强美除 中国国家主席 杀猪头 入场时刻保持微笑 不恭不敬地和猪头 保持一米的距离 入籍之后两人好 然后简单互动 简单来说 这是相当荒谬的地方 取消记者会当然减少曝光机会 所有敏感话题也都可以一一避开 但所谓的敏感话题是不可能 因为所有中国的做法就是 你先要提交问题的复稿 OK 被中国共产党审验 甚至有些党媒被点 问题已经被人去问了 即是没有意外的 no surprise 所有的记者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是讨好了 他们做演员的 记者才是做演员问问题的 你自发的问题被人审查通过 或者他批个问题 给你记者去说 全部都是你做的actor 或者actress 去将你原先被审批通过的问题 读出来 那么在当中 你当然看到很多 不同的官员之间的 报处啊 暂资啊 神情啊 容貌啊 笑容啊 仇美啊 说话的速度啊 你可以推论一些东西 大家去玩些蛛丝麻 但我想说的就是 即使是这样 又如何呢 你捉到的就是吉光片语一轮半袂 之后不断用这些地方借题發揮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李强不去开这个记者会 既符合他自己要低调的意思 但最主要要决定他不是开会的人 是习近平 避免意外 避免有另外一个人出风头 两个目的 OK 那么 大家知道呢 这个说法是很牵强 那么 基本上 这个目的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 这个情况 另外就是说 李强曝光率被削 早于去年 削中共建党 74周年招待会上 已经出现了 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打破中共慣例 在非逢五逢十的殿份 取代国务院总理致辞 而今次取消总理记者会事件 有意见进一步反映 是总理地位被降低 这一个并非新鲜事 也不是有什么值得看得到的 今天大家看到 如果你真的要回答 你可以回答六四问题 刘晓波问题 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你说这些东西 你回答的全部都是党版的官样文章 说到最后 敏感的问题不准问 敢问的就是拘捕你 问出来的 也可以不回答 灑走 灵头 连这个东西都省下 连这场戏 他也懒得去做 香港也要搞 shame trial 虚假审判 cangari court 但是中国共产党 连这些假戏都懒得去做 当李克强 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三万人民币 即六亿人每个月收入 也都是一千元 一千元是个中等城市 可能租屋都难 这些话不可以给有机会 由李强说出来 所以我也说过 你做人渣 我做人渣 都不做汤渣 我做李强 都不做李克强 这是真正的深述 只要说两会 我们可以看看有几个重要的议题 虽然现在未开完 开七天 但肯定不是开会 那些人是拿来坐的 李家超上去 陪着 在那坐 第一 讲台湾问题 我不会觉得有新论述的 不断重复建月下旬 当时王沪宁主持的 不是 王毅主持的 王沪宁去发表演说的 一个中共对台工作会议 讲的什么呢 反台独反分裂促容促统 从反对压制台独 转为打击台独 建立三个融合发展示范区 包括福建 坤山 江苏坤山 广东东 东莞 来推出台湾青年 去中国实践理想 恢复文化 宗教学术经贸交流 整套事就是 既有握手 滲透 打击 分化 促进统一融合部分 亦都要反台独 反分裂 给个夏马威 给乃清德 你520就职演说 5月20号 乃清德升就职 你520就职演说的时候 不可以做事 不可以乱说话 这个就给他压力 而且同时 发声给美国 看着你的台湾 意思是这样 他另外就是 当时黄武林强调 现在都不再说 两国一家亲 甚至不再说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是强调 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以前在国安法之前 香港是不完全的统一 现在是完全统一 所以说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就是想吃掉台湾的意思 说得很狠 但实际上 是不是做到事呢 大家看到 说一套 做一套 实际上 有另一套 那么 习近平或者 或者黄武林 会不会发表演说 台湾代表团 台籍的所谓代表团 会不会有言论呢 这个也是问题 有人说 反分裂国家法 会立新法 或者会有施施施施施 王毅一月说过 台独必将受历史和法律的严重 那你法律 一定要有更严峻的法律 那会不会立呢 不得而知 但是我很支持 曹兴成先生的 反反分裂国家法的运动 详实情况 留意 稍后 我和他的节目 先买个关子 给大家看 这个大家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 在另一个平台 和大家做个节目 那我说什么 就是反反分裂国家法的运动 台湾代表做更多 第二个就是关键 李强会发表第一份的政府工作报告 预计就是周二 三月五号 那么我们看看 会有什么情况 现在我未收到 那么大家看到 中外记者会是观察重点 但是现在说明不开 以后几年都不开 那么他说明了 他是执行者 李强说自己是执行者 行动派实干家 这三个字都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 I'm just a doer 我不是一个 decision maker 我不是决策者 我不是个头脑 我只是执行者 我只是手脚 行动派实干家 I'm nobody but just a doer Xi Jinping You are the big brain You are the wisdom You are the light 这样 就讲这件事 接着呢 他公布的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GDP 大概5% 每年都公布GDP 看看他会不会丐牌 不讲 或者公布 5% 6% 任他说的 说完是当耳边峰的 无论你怎么说也好 即使你说到GDP 现在升到鬼死的这么厉害 但是咦 你公布已经充满水分 造假的GDP 去年31个省份 已经有17个不达你自己中共的标 可见中国经济 是贫磷崩溃 实际破产 要推短期救市措施吗 我在台湾节目 甚至香港节目都讲过了 降低存款准备率 做过了 二兆人民币 二万亿人民币 大撒币 降准是一兆人民币 一兆人民币 一万亿人民币 大撒币 投入股市 政府托市 二兆人民币 二万亿人民币 再减LPR 防贷利率的基准利率 搞很多东西 全部越搞 越没有效果 这个是空谷捉音一样 等于是nothing nothing and nothing 那接着你要提高 赤字预算 可以 去到GDP3%左右 继续 那你如何提高 赤字预算 哦 没有钱怎么办 发特别国债 那就是金元券 银元券 那就是叫做 哎 日本当时 香港在香港占领 三年八个月 发布那些这样的 所谓的钞票 什么叫特别国债 什么叫特别国债 一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会发出来 希望可以提振GDP 1%这么大把 这些叫做杯水车身 自欺欺人 最后没有效果 因为中国目前总体债务 已经达到至少GDP的300%以上 2月的PMI 就是这个叫做采购指数 製造业采购指数 49.1% 连续五个月下降 而且是低于荣夫线的50% 1月的CPS 是中国公布CPS 和通胀有关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减0.8% 是连续四个月下降 以1月和2月的100大的房地产企业销售总额 只有4762.4亿人民币 是每年按年减少51.6% 是按上个月 就是按1月 比1月还要减少29.3% 即是现在买卖成交的销售额 是直线圆崖式的崩断 再不要说股市 只要看 喂 今天 即是在3月4日 星期一 今天 日本股市 已经日经指数升穿四千点 四万点 四万点 美国 辉达 是不是 超微 NVIDIA AMD 升到八把声 再不要说Dell Intel ASML 美国那些 我都不跟你说 升到八把声 日本发大财 美国发大财 台积电都发大财 现在台湾的股价升穿七百二十五元 看到张租谋的财富是超过九百亿 你看到这个情况就是 美国、日本、台湾发大财 要多谢谁 当然不是多谢韩国瑜 是多谢习近平 没有杂猪头 我们怎么会发大财 所以 大家 发大财的时候 记住 多谢杂猪头 没有他搞坏中国 我们怎么可能会发大财 有时 复邪祸 所以 你看到《华尔街日报》 点出中国共产党 治下的中国 八大经济的痛点 八战穿心 房地产 1.房地产 2.消费者信心下跌 3.通缩 4.债务要爆煲 5.劳动人口不足人口老化 6.外资撤离 7.贸易壁垒 3. trade barriers 8.经济增长放缩 8.经济增长放缩 8.经济统点 这个就是 归根结底 这个中国经济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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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看回这次人大 会不会延迟退休年龄 这个更不得了 现在中国男性退休年龄 60岁 女干部55岁 女工人50岁 男女是不一样 第一 男女会不会吹童 第二 是否会画一条整到65岁 第三 就算不是今次一步到位 避免民怨四起 是否会循序漸进 小步慢走 这样去做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的了 但怎样都好 你看到 你何时退休 你65岁 75岁 85岁 95岁 100 做105岁的 你做人税都要工作的 行 你可以这样设定一些东西 换言之 永远拿不到养老保险金 是吧 你都未到退休年龄 哪里有养老金 你不要这样画下去 换言之 避免养老保险金爆布 你想拿钱 要把苹果调远一点 你想拿这个苹果 等多10年 小弟 等多5年 男性60年 等多5年 女性50岁退休 等多15年 这个就是中国 跟着这个 养老保险金 已经爆煲了 如果一起拿的话 啪 一声都散了 所以他就把苹果调远一点 再加上 希望你的劳工可以做事 没有单接 没有工做 那可以怎样 那都要躺平 除了躺平可以怎样 香港是不是选择反抗 中国人选择 帐杠杠里面 做追崇 这个 所谓的 分坑里面 继续躺平 自得其乐 中国人口老化相当严重 60岁以上的人口是2.64亿 佔全部的人口18.7% 较2010年增长5.44% 平均的寿命 也在2020年达到77.93岁 哇 这么长寿 那和19600年当时呢 当然是 饿死人啊 天灾啊 就是三面红旗 大若俊 饿死3千 五百万人以上 那么当时的平均的寿命的值 是43.7岁 人相食 吃了自己的父母子女 这个就是当时的惨犯 好了 先说 延迟退休这件事 就是没有钱用 最后用这个地方 出此下策 第四 新能源 习近平呢 又想搞些左胶的东西 2月29日 搞学习会议 亲自指示 清洁能源 智慧电网改造 新能源汽车 三样的绿能产业 意思是什么呢 偷啦 美国的Tesla那些在中国有车厂 略 抢 偷 侵占 touch 他们的技术来 发展新能源汽车 搞智慧电网改造 清洁能源 不够 拿 抢 刮 意思就是这样 共匪始终都是匪 匪离不开 匪的本质 最近 黄沛宁 习近平创造一个新的名词 身质生产力 先指生产力 就是 身质就是新的 而且质量优胜的生产力 就是身质生产力 你这些新能源就是身质生产力 很难读的 广东话 你读一次给我听 是 身质生产力 身质生产力 没有读错 就是这些垃圾的字 还在 就是继续不断在那里讲 第五样东西 国防预算 中共军费近两年 每年增加7% 目标 2035年 完成强军 军队现代化的目标 而且 今次是否会继续增加 肯定不会 维稳费会继续增加 三笔费 军费 维稳费 外交经费 全部会不断增加 维稳费其实早已经超越了 林和纳教授已经说过 早已经超越了军费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家 其实美国远远抛离中国的 不过第二位已经是中国 不是俄罗斯 但中共十二位的退休干部 一年花费3.26亿人民币 每年平均每人的花费是2725万人民币 这帮人石鼠石鼠 无食我书 敢衣肉食 饿狼魔鬼 就是这帮人 权力斗争和清洗继续来 今年一年内 过去的一年内 2023年的3月到现在 一年内 24名全国人大代表被终止或罢免 终止的是死鬼了 罢免的是 除了两个人死之外 其他22人都是涉及贪污腐化的 历年罕见这么高的数目 尤其和火箭军有关系 90%的火箭军将来被整肃 火箭专家冯杰红最近都是落马 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被终止或罢免的名单 目前未及于李尚福 李尚福早已未被撕柴 已经没有国防部长或国务委员 现在还未撕掉全国人大代表 今天是否透过这次两会去把它撕掉 现在可以预见 看下去 秦刚是辞职的 秦刚并不是被罢免 而是被终止 因为他是自己主动辞职 等于平安着陆安全抵擂 有这样的可能性 另外冯杰红也是辞职 给他有这样的颜面 有这样的可能 可以看到他会消失于中国的政坛 另外全国各省的政法系统也都换人 另外更加触目的地方 就是外长刘建超 因为我们看回外长 现在是王毅 王毅是过渡角色 因为当时秦刚不听话 涉及火箭军事件 和他那些什么屠色丑闻 他现在辞职了 当时不见了他 王毅就暂待他差不多半年时间 现在代元 因为王毅是老板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以前的外交部长 被秦刚做 秦刚落马 王毅待他的位 就是守住的位 等有新人来 最后习近平选了这个人 就是刘建超 就是中联部的主任 就是将他转到来 去做外交部的部长 这个机会极大 呼声极高 就会亮会揭中 尤其最近刘建超出访美国 又不搞那么多战狼 又扮温顺些 希望美中关系 在这个时间更加维持 尤其这一年 在11月5日之前 是美国和中国关系 会比较好的时刻 台湾是比较危险的时刻 我就说过 美中关系越危险 台湾越安全 美中关系越融洽 台湾越危险 这个就是 就是永远是正确的定律 而当 川普未成为下一届总统之前 拜登会和这个习近平 基本上是过重甚麽 俄罗斯就不喜欢拜登 OK 那么 习近平呢 就是喜欢拜登 我想这个是 我想大家稍微有外交的了解 都会知道了 川普已经预计了 40%是关税来着了 OK 针对中国 那你看他会怎样做 所以刘建超会怎样呢 半个人 最后有些决策的 不是王毅 不是刘建超 都是习近平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才是硬道理 这个就是我对两会的观察 所以我就看回 好多的评论 就是有些都未说到重点 我想这些就是我将一般 一系列的重点 一次过跟大家 演绎一下 令大家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你知道 再去回总理回答 中外记者的提问 已经是1993年起 常态化制度化 OK 虽然记者会事先经过彩排 也就是中国国家级领导人 每年唯一一次问答的电视直播 令世界了解 总理对内对外的政策 无论是李鹏 朱镕基 温家布 李克强在总理任来 都按照惯例 召开记者会 走得经典长远的 其中 朱镕基曾经定下记者会的规矩 包括要尽可能 将提问的机会 留给境外记者 这些全部都是讲的 不要事先安排 其实越讲 其实越会事先安排 记者提什么问题都可以 那么1998年的总理记者会上 李朱镕基曾经被前TVB记者 谭慧仪问到 谭慧仪当然是什么人 大家知道 你觉得当年的六四事件 对于你现在的新政府来看 有什么经验可以避免类似经验 或者是会不会成为你的历史包袱 如果你再来香港 有人向你请愿要求平反六四 你会有什么看法 千万不要对谭慧仪有任何的好感 朱镕基说 对于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 我们的党和政府 即时作出了果断措施 肯好地稳定了当前的局势 对此我们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刚刚已故 以务实见称的上任总理李克强 在2020年的武漢肺炎疫情爆发时 由于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 一番言论匹 只是宣示脱贫成果的 习近平向他打脸 向习近平打脸 斩碗那句 人均年收入三万人民币 但有六亿人 每月收入只得一千元 一千元 在中等城市 一个人租房都有困难 你看看这些全部 这些这样的东西完全是结束了 即是game is over OK 所以看到共产党害怕 真是害怕 越害怕他会越发谋 所以人之将死 就不是奇言也善 他会发谋 很重要 他的盲力很重要 所以我说现在在香港 在小监狱的 大监狱面的人 可能成为被他制提的对象 这个我看历史的发展的一个规律 或者一些见解 这些情况或多或少都会今次发生 所以希望大家保重 神用自己 中有的抉择 去做正确的抉择 无论怎样都好 守护自己的自由 守护自己家人的平安 这些才是重要的 OK 下一次再讲第二题 下一次 再继续